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海军和海籍之间在一个拥有大量居民的小岛上的战争 耶路子在抱着纳美出现时说道 在发现纳美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纳美是谁 而这可能就间接表明 在战场的无限时刻 是纳美的父母将纳美藏在了某个安全的地方 藏在战场上收缓的耶路子 后来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发现了纳美 而进一步不齿来说 纳美的父母在当时 之所以要将纳美当初藏起来 可能就是由于他们就是 正在场海军和海籍之间的战争中 并明确追杀的目标 而他们之所以会被追杀的原因 可能就是由于他们的某种特殊身份和职责 除了是武器海军专题 本屋所提到的人鱼身世之外 纳美诸如用身体感知天气的能力 包括他超越常人的会是航海图的能力 以及加于各种天气技能的能力和天赋 可能就是遗传自他的父母 这就正如路非遗传了卡普的打斗天赋 乌索普遗传了耶稣布的射击天赋一般 而纳美有关天气能力的天赋 可能就间接表明他的父母 有可能真的酒和 住在小空岛维莎利亚的 哈利达等人一样 是曾经专门研究天气的气候学家 而视为气候学家的他们 在当时所具体研究的东西 可能就是他们之所以会被 世界政府派的海军追杀的原因 虽然据说贝尔梅尔 被派到那座岛上的原因 是为了扫除给岛上带来危害的海贼 但以奥哈拉的事件为参长 如果这只是世界政府 为了掩盖某种真相 而另外一届所杀的黄囊 如果那些所谓带来危害的海贼 只是简单的要保护 以纳梅的父母为代表的气候学家 才会和世界政府派来 肃清这些 气候学家的海军发生火拼呢 在141期海东专题 我们已经胡说讨论过 在火得周四之后 纳梅已经能做到的几乎是 升级的操纵天气的能力 而结合在29期海东专题 我们提到天王在希腊神话中 就是代表天空的存在来说 多管是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现在的纳梅可能已经 越来越和鬼的兵器天王脱不了干系 万一这一点胡说来说 纳梅可能是气候学家的纳梅父母 在曾经所研究的就是 令世界政府和五老星所害怕的 并且就和天空气候相关的 古代并且天王的秘密 那这是否就能解释 他们为何会被世界政府追杀呢 纳梅的父母在当时很有可能 已经发现了天王的猪斗秘密 而一只相关的消失百年的历史真相 就直接为他们带来了 和奥巴拉考虑学家 所经理的一样的杀生之祸 在这场战争之后 贝尔梅尔就直接从海军中辞职 虽然表面上的原因是 他要抚养两个小孩 但深层的原因可能就是 他和奥巴拉事件中的 萨乌罗和青植一样 已经发现世界政府 会因为要掩盖 某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屠杀无辜 在这个事件后 幸存的一些气候学家 可能就在后来制造和住在了 专门用来研究气候的 小空岛维莎利亚 来躲避世界政府的追杀 而这可能才是 最强情报跟明镜大雄 之所以会将藏木桶的航海士 纳梅拍送到 小空岛维莎利亚的原因 虽然纳梅可能还并不知道 他的牺牲父母 可能就是 气候学家的这个绅士 但在两年间的心情中 纳梅可能已经在 气候学家哈利达等人的教导下 不知不觉地掌握了 如何在未来 超空岛维莎利亚的兵器 天王的能力 而解释要为父母报仇的 超空天王的纳梅 可能就是对令 世界政府所害怕的力量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那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东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